商店里面放个DIV,应该没有问题吧,前面做很多了 那这个DIV主要做什么,就是show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而已 就output,因为有结果就要有输出,这个地方 然后 你要让 JQuery Mobile知道说,你这个的名称,所以最关键就是一定要给一个ID 如果你没给ID的话,他不知道输出到哪里,这个是一个重点 再来的话,local storage在什么时候 可以储存,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范例是,在当这个 这个网页被 启动的时候,就被执行的时候,那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把里面的资料先清空,这个当然你可以斟酌,如果你不清空的话 现在再开一次的话,你会发现又有旧资料,又有旧资料 而且他这个key好像可以重复,没关系 地标1可以好几个都掉地标1,他不会因为重复不能存 好像没有问题 然后你可以存地标1,地标2,地标3 或者将来你们可以想想看,比如说你有很多的地标,那你假如说你一次不是全部通通秀在清单,也许你有好几个清单嘛 像我们刚刚不是只有,我大概秀6个,如果你有 像很多什么 防重的那种 他的 他的那个地标很多个嘛 那你总不可能说 你一下子全部秀出来,你就是当他地图到哪里,到哪一区,他再去秀那一区的地标出来,等于触发一个 地址或者什么的,然后他再去把那个资料捞回来,那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捞 Local Storage某些资料回来,也是可以这样运用 Local Storage可以存5Mb的资料,其实可以存蛮多东西的 那我们要怎么存呢,就是用setItem,那只要set一次就可以了,之后的话 不用再,他不会,不会帮你清掉,所以set,然后一个key 叫地标1 Value就存这个 名称 所以以后的话,认前面的 就可以抓到后面的 认前面就可以抓到后面 OK 再来的话,我们要怎么显示出来,这个是一个技巧 我存了之后,我想要暂时先知道说 我存在地标1里面是存什么东西,用get,set跟get 就有点像 我们现在把钱放在银行 那你去刷个布置 不就知道你现在有多少钱吗 那刷布置的动作,动作就有点像 他帮你印表,印上去嘛,你看到有这个东西了,确定是有存进去了 否则的话,你钱存进去,你怎么知道,确定是有 不过其实 银行 这个产业现在蛮特别 他其实就是信任原则 不然你怎么知道印上去的数字到底存不存在 对,你就是相信银行嘛,不然的话 说真的,他把钱拿去做别的用途,你也不知道 所以他这个,之前看网络上有一个 有一些连载的一些,讲到现在金融的问题 还蛮有趣的,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数字而已 真的是一个数字而已 OK,那这个地方的话就align,你可以把它输出 所以这个也是个技巧,align出去 他在手机上面,各位可以看到,他会跳出一个讯息,有点像 讯息方块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要把结果秀出来的话 其实下面的回圈,你也可以把它改,本来应该写成上面的 只是上面的方法 你要写很长一串 那如果三个的话,也可以这样写 可是如果你有300个的话,那你不是要写 有没有发现 这个data是一个变数 就是存什么呢 存local storage里面的地标 加上一个换行符号 对 然后呢,再加上第2个local storage,地标2 一个换行符号 再加上呢 local storage3 有没有 那就会换行换行换行 可是这个三个还OK啦 但如果你有30个,300个,3000个 那你不是 写到 那个程式码,不是写一串吗 所以我们会改写成下面的 就是for回圈啦 这个for回圈 也不是每个同学都有学过程式啦 所以 参考一下 这个也是很重要 这for回就很简单嘛 他的index 一定会从0开始 跑到哪一个呢 跑到 因为从0开始,他的长度 假如说有整个三个好了 他一定是跑0,1,2嘛 他有三个 不是有小于3 0,1,2不就都会抓过 抓过来之后的话,他们有加加 就是 递真的嘛,就是加1加1,就是一个事实上 步进的嘛 加加 然后后面的话 就是去把那个key,key的话指的是这个地标1 我们就把那个地标1抓出来,放在key里面 再把这个key放在这里面,他就知道什么 抓地标1的东西 抓出来,然后 加一个什么换行符号 地标2加一个换行符号 地标3加一个换行符号 不是也是一样吗 可是上面是竹簧写的啦 下面是 回圈啦 当然 一般实务上面 通常是会用下面的啦 不过有些工程师 可能 比较没办法写回圈,写不出来,他可能会用上面这个方法 不过一般 一般当然就是要把回圈,最后再把它输出到哪里 Resource有没有看,刚刚不是有做一个DIV DIV要怎么,将来也好,这个也是个技巧 如果你要把 结果秀在 那个DIV上面的话 你可以将他的一个属性 叫做.html 里面呢,放这个资料进去就好 在那个html,指的就是他画面上面那个那个地方 秀,把data放进去 所以最后,我们来弄一下,各位看一下,刚刚的东西 不能用即时,即时跑不出来 没有东西 有没有 只有这样 这样,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地方在那个浏览器 跑一下 跑一下的话 总共三个地标,确定 第1个是潮进公园 基隆庙 斯丘陵炮台 最后秀出来 他就是把它秀 在这个上面 你有两种有两种写法 一个是这种写法 一个是回圈 那试试看好了 最好是你可以自己充 自己key出来的话 那这个表示你ok 如果不行的话 云端上面 可以先 复制贴上,可以改一下 至少你要会修改,改成你要的 这个结果 好